整片天花板塌了下來 連樓梯都無法通行 滿地水泥碎石塊擋住去路 只能勉強翻過去 面向到背面更誇張 木板外路 燈管脫落 鋼筋水泥全跑出來 場面驚悚 就這邊 就是它整個天花板掉下來 然後就是整個就是壓 因為這邊有這個嘛 就把它壓折這樣子 就是要嘛就爬過來 要嘛就把它推開 所以推得很辛苦 一大塊天花板擋住回家的路 房客嚇壞了 立刻拍照存證 但讓他困惑的是 天氣炎熱沒下雨 最近也沒有地震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是沒有陪我 就是因為沒有人安全嘛 然後他就說如果 因為我剛搬來 然後他是說就是 口頭啦 口頭是說 如果說我要搬走的話 是不扣押金 對 所以考慮要搬走 工人一大早 將天花板搬到陽台旁邊 但樓梯口還留下 清掃後的水泥塊 25歲的正妹按摩師 從國中開始租房子 擁有將近10年的租房經驗 卻是第一次遇到天花板 詭異塌陷 懷疑遇到海沙屋 而他承租的位置 就在四樓頂樓加蓋 從六月份開始 以每個月租金 六千五承租 只是五十年落方 不僅避埃多 天花板還在一夜之間 瞬間塌陷 依照法令規定 不追溯民國八十三年以前的 加蓋房屋 僅僅拍照查報 除非查證發現 確實是海沙屋 屋主也不處理 才會開罰六到三十萬新台幣 是因為它是在 八十三年就有嫌疑 所以依照我們現在的一個 處理原則來講 它是屬於列入分裂分 及拍照城鎮的一個 一個狀況在處理 租房子遇到恐怖老房 索性房客當時不在家 只是颱風還沒來就塌成這樣 萬一真的遇上狂風暴雨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謝耀珍 李傑台北 殘寬報導